薄薪水呢看起来低 但是却传出了国营事业的年终奖金 平均一人有28万 干杯 请 这五年终除了尾牙 迟迟合合看表演 民众最关心的还是年终 到底能拿多少 有立委统计指出国营事业的员工 没人最高可以拿到新台币 28万元的年终奖金 这个消息真的是会让很多人羡慕 不会是每个人吧 我都没有20万 觉得不可能 你们这数字有问题 他还有低阶员工 低阶员工怎么可以拿到28万 你们有几个人拿到28万 我觉得我猜想的数字 是讲比较高的那一群人 恐怕不是平均 虽然管主委觉得不以为然 不过根据台联立委 业精灵办公室统计 行政院15家国营事业年终奖金 103年共编列253亿 如果包含考核和绩效奖金 平均12万5千名员工 每人能拿到20万元 而根据立委发布的资料 中国输出入银行年终奖金 最让人羡慕 会发3.2个月的奖金 每人平均可领28万元 刚结束连8年亏损的台铁 每位员工平均也可领23.6万元 至于敬陪莫座的台铁 平均每人也有11万元可拿 虽然国营事业 都不太愿意证实年终数据 不过也有不少单位承证 承诺扬年会加薪 提高两个薪级 给最底层的两层的员工 那总数大概是7000多人 那么加薪大概加大概6% 7% 不等 那么最底层的就是高中毕业的 专业儿童人 从此之后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他们的底薪就可以是有3万元 唯独金融业员工不仅年终奖金领得多 就连主管机关也跳出来喊加薪加码 银行业的部分会超过3000亿 整体的金融会将近5000亿 那获利相当好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我也希望 都能够回馈给员工 希望能够加薪 不管在公民营机构上班 或许靠认真打拼 获取高额奖金 可能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 有点TV的终会在用红 台北报道